西成說是,沈西成,林康正,Baby,屯理論盡,天下大事,香港日是,昔日往事 第三節,多關北戴倫,今次北戴倫獎,沈大哥也在文學,都有寫,但有很多人說,他是唱歌,他有什麼資格拿文學獎,今次都受到不少朋友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很多無知的人,你知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就不是一定頒備你限於小說 而小說也沒有分長短,不要說好像枕頭那麼厚也可以,薄薄的,十萬次留下一樣可以得,從來沒有限制 而且也不限於你這個小說,詩歌,劇集,即是劇本,雜文,只要他們認為你夠水準,他就可以頒備你 所以很多人覺得,不是小說,他唱歌,歌詞也可以,如果這樣說,道普和李伯的詩,你就一定不行了 知道嗎?所以說,這件事,首先我們要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框很大 只不過是多年來,寫小說的作家,得獎的次數多 以前,很多年前,我們是誰呢?秘魯的詩人,聂魯達,都得過這個詩,是得到獎的 而我們內地一位詩人的北島,都幾次入圍的 最終得不到一件事,他們是寫詩,寫散文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一定是要小說,不一定的 這次呢,博迪倫得到,他也說了,他的詩是引發到很多人的思考 對人生充滿了同情,以及反對戰爭,很多的東西,你得獎一定有理由 你說呢,博迪倫的歌,是不是好呢?那我就聽得不是多 我小時候聽到,《Baby》也聽過,《Browing in the Wind》,《風中必落》 那是作得好,很多人都打動人心的 其實你知道嗎?當日本的大作家,《大光健三郎》得了獎之後呢 他發覺了一件事,他說呢,音樂的世界更能打動人心 遠超於我們的小說,為什麼呢?音樂是無分各界 你也可以感覺,小說文字經過翻譯,有時會失真 所以傳達的消息,未必一如的原著者想表達 而且一本小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為什麼呢? 可能你們的看法,原著者都沒有想過的,是你們發覺出來的 可能他們潛意識,但是音樂不同,你不用理你的語言 你的melody就可以打動人,很厲害 反而裡面的詩句是其次,但是音樂是無分各界的 於是這個《大光健三郎先生》得獎之後,來推動這些音樂 所以他說,文字不及得音樂的傳流,這麼廣 影響人心這麼大,一首好腳歌,真的遠比一本小說影響大 尤其是現代社會,我想問一下康正 你會不會走去日以繼日看《紅樓夢》呢? 但是一首歌你聽完,你會很有興趣,對吧? 所以一講實際,都是歌,這些歌詞打動人心,是遠超要小說的 只不過我們有些執著,認為小說不可以磨詭寫是對的 但是就不是必然,這次很多人覺得很出奇爆冷 甚至很多香港報有爆冷,就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傳統的想法 他們說,這些當然是小說,村上春樹得的理所當然,對吧? 為什麼他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村上春樹,到他七十歲那年,我想他應該得到獎 因為《布迪麗倫》入圍了四、五次,第六至這次才得的 有些很怪,一比就是得,有些很多次 我相信村上春樹幾次之後,都會是第三個日本的作家得的 因為他得到安徒生文學獎,我想他有些機會得的 但是現在說《布迪麗倫》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就不止你知道了,你得了,就有很多人欺負你 也有很多人欺負你,所以你要面對的方法 《布迪麗倫》就是關人隱遲 I don't come,我不同 沈老頭姐學不到《布迪麗倫》叔叔哥哥 他在谷戲,他就有些少許火 但是寫作的人,如果一點火都沒有,他就快去收線了 做隱遲了,完全不理世事,你有團火 但是《布迪麗倫》哥哥是好事的 你不說吧,反正我可以了 我不來啊,你來不來? 《布先生》,《Mr.D》,你來不來? 我不來拿獎,氣死你 那獎是否還是頒給他? 當然,他有權利出席,他不說不愛嘛 《寶貝》,你千多年學你,他都和你一樣 錢都不要,即是說不來出席 我不是拒絕你的獎金 他沒有這麼說過,沒有這麼傻的 拿來幫人都行 為什麼不做呢?你捐出一件事 他就說他不去 但是他不是標旗納儀 《布哥》是有這個個性的 他不是很喜歡傳媒訪問他 有性格的 他不是有性格的 他可能性格就是 一向不是很喜歡鬧 他喜歡做自己的事 所以他在美國很少接受媒體訪問 所以他不是標旗納儀 他在那裡出席,為什麼呢? 即是你們聽我的歌,看我的歌詞 看我的作品,不是看我的樣子 而且他又不是英俊 現在76歲,怎麼會英俊 他又不是劏告老師 所以他一向都是這樣 有人問你認為 《布迪良德》是否對不對呢? 就無所謂對不對 諾貝爾頒得給你,一定有他理由 他又不見了,頒給伊達 當然有道理,不叫他頒給魏可 一定有他道理 這些諾貝爾呢 他又不賣你什麼賬 就算可以賣你什麼賬 你的作品有那麼水準 如果他拿出來看 他會被人罵 文筆都不通 是一團糟的 他都被人罵 大哥,對不對 就不會的 你說有沒有交情 就有 譬如康正和鱷魚兩個一起 差不多 當然 和你老友那個 給你又不出奇 但起碼康正一定有這個水平 差太遠 他都不可以說 偏師 思心是人人有的了 舉例來講 好像我們莫言哥哥得獎的界 他就順自得力於兩個人 是 一個就是翻譯他瑞典文的馬如賢教授 一個就是很欣賞他日本大作家 大江見三落 有這兩個人的力量 他說可以 有人問 他說高行的作品 我看過 我不是看完 他問 喂 我看不懂 首先說 高行的文字是懂 但是呢 他那種是感覺 他寫感覺的小說 你用心去感覺 當然了 我不是很高興 不是一般的讀者可以去參考 看他欣賞 但不是說 一般的讀者不欣賞 就不行 他是他的感覺 有些人說 這樣而已 我們香港有很多人寫到 人家不懂 那些是怎樣的 大哥 你爭得了 那些是看不明白的 但你這樣就抹殺了 高行健又怎會這樣 有些人寫到 難道他一樣不通 難道他又不通 可以得到諾貝謙 高行健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除了寫小說 還可以寫劇本 舞台劇 歌劇 對音樂 非常研究 畫畫又畫得相當好 所以是一個才人 是一個奇才 怎麼跟現在的香港報紙 你寫不到 就個個都可以了 你這樣說法不是 他所謂說 你們不欣賞 因為他寫的東西 是比較上深層次 和感性 等於相反 一樣 如果拿川端康城原文 的日本文 你看 你一樣不要看的感覺 這些是奇人寫的 你說他是偏 他是偏 但是他是高的 不是說你寫不 你看不懂 小說一定是壞 不是 那不會有某亂比 至於莫言 這個高行健 得到和他政治有些少關係 因為他在大陸受到擠壓 他遠身去到法國 他是懂法文的 於是法國人 他同情他 加上他的作品 就比較適合歐洲的人欣賞 我們中國人未必欣賞 但是歐洲的人 就很欣賞這一種寫法 還有那種感性 於是法國人就捧他 加上有些少同情分 就是劉曉波 有些少同情分 就比了高行健 可以說是真正上 第一個得到諾貝爾獎的 就是高行健 但是那時候得獎他是法國籍 所以不歸納在我們中國的 而大陸也不承認 他是小器的 至於真正得獎就是莫言 就是得來自馬元教授 和大江健的大力推 健三豪的大力推展 當然莫言本身是有一個優點 他是用一種鄉土 加上摩環的寫法 他是得來自拉丁尾州馬基斯 加西亞馬基斯 摩環式 加上實際泥土味 將他運慢 還有他說話 他借用了 因為他摩環 就可以想 狗式說話 雷式說話 馬式說話 罵你也好 有馬罵你也雷罵你 不是我罵你 OK 所以他可以過路關 所以他摩環加鄉土 其實他的文字是很深的中國鄉土味 但是他寫法的手法是有魔畫 那他才可以發揮 如果你說直言 是不行的 所以他的雷仔說話馬說話 是寫得不錯的 所以他得獎 不是沒有道理 有很多人為何黃蒙 黃蒙就不及得他的 有很多人為何黃蒙 黃蒙變了文化機關的大哥 你對諾貝爾的崇尚自由 當然是相撥 所以莫言得獎是有道理的 第二 日本有春樹有機會 你說呢 大陸有誰呢 其實賈平駡 寫廢刀那個是不頑 即他這些都有機會 還有一個叫什麽呢 他得過這個卡夫卡獎那個 一時說不到他的名字 他都有機會 有幾個呢 我們中國大陸的作家 是有機會問頂諾貝爾 我相信呢 他們絕對不會寫得差 比上次加拿大那個 雷作家的 上次得獎 加拿大那個 這幾個是有機會的 所以呢 可能呢 未來一陣子呢 我們日本 春日春樹 中國都有得 台灣方面呢 也有人推他 余光宗教授 他的詩是不錯的 我相信都是有些機會的 如果你說布的倫的詩可以 那光宗先生的詩呢 可以是絕對不出奇 即是不要看低我們台灣 中國 香港呢 除了我們金融的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人 暫時可以去問頂諾貝爾 就沒有什麼可能 即不是看出香港 即暫時我看不出有哪幾個 有資格去問頂 即是你入圍 他推舉你 是你都可以的 林康正 我推舉林康正去參加 不過第一個回合 即是香港小姐 這樣發了出來 那你也叫做提名過 你知道嗎 人人都可以提名 你知不知道 人都可以嗎 是啊 人人都可以嗎 是啊 人人都可以提名 不過他要不要你 所以我老友私人 蔡延培也提名 所以他經常說 補貝爾文 內訣提名 原來我問 原來人呢 等於你香港 給點錢 時封面 你知道嗎 是嗎 你不知道嗎 你整個封面你給錢 就出了你十本 是 十本 哇 他就找了你 你的目標 你知道吧 人都可以 給點錢 其實他現在後期的創作呢 就是怎樣 他其實是抄 即是散布各州的民謠 他拿來recreate 再創作 那這件事不是他發明的 我們漢朝已經有了 岳府 就是把楚慈詩經去改 即是抄 等於我們唱的歌 那些文歌 再來改造 再拉柔軟的地方 再創作 紅彩妹妹 他也是這樣 不過他創作得好 所以有些人說他抄 不是抄 recreate 意志創作 意志創作 他很多意志創作很好的 比原創作更好的 正如岳府都已經有了 漢武帝 成立岳府 就鎖 楚慈詩經 放在他變成岳府 1379 即是豐富一點 再創作 即是天下文章 但是抄 他抄得好 人家就說他抄 他當然不是抄 有技巧 在那些地方 都拿出來改 不是創作 很多都是 你知道那些歌 聽到文歌 他改了個律 就再換那些詞 不等於你相識 有些是緣分 明月千里記相思 是不是 再創作 那你怎麼說抄 有時候他再編過他 譬如你不了情 他用爵士的音樂來表達 就不懂 你不可以說他抄 目的量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實至名貴 只是我們寶寶妹妹都知道 Wing blowing the wind 是不是 經典 一隻歌經典 夠了 大哥有人寫了一千手 都沒有人知道哪一隻 是他寫 寫完都不記得 寫什麼 所以我覺得無所謂 得獎人家費了七十多年 起碼五十年的時間 去掙扎 是吧 我們就不要說 這樣 你覺得容易 你做一下 你做一下 是不是 做一下 說就行 罵人家容易 我們不是瓶木 的話 得力實至名貴 得獎 一定會有道理 為什麼我們香港得不到呢 金融先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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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是俗俗江湖 只要抽完招式打的 就是最佳的政治小署 陸頂記 最佳反傳統 反英雄的小署 一定得獲貝爾 那些招式就算了 你不用說 押龍十八獎 都抽出來 是應該這樣翻 就好些 你招式不用要 招式 結果是甚麼 但是那些人性 那些故事 有機會得獲貝爾 但是現在你遲了 沒有這樣做 你全部去翻譯 哇 那個馬園看得頭都還 是嗎 你招式抽了 學武的過程 就算數了 就不需要這樣 寫得那麼多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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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香港真的沒有人可以 除了金融 但是一定要 逆的時候 要精簡 是嗎 是嗎 就把那些招式 不等於使用那些 武功 熊龍十八獎 過幻 那些要取消它 集中在人物 故事情節 可以的 一個政治小說 一個反傳統 一個反英雄小說 可以的 哎 老茶現在老了 得不到真是 怎麼說好呢 事也運也命也 不重要 他也娶了一個好老婆 嗯 上一次我們說 那是 老茶很緊張 那些就是 虛名 你得到諾貝爾 林康正 旁邊一隻紅袖 爛袖 有什麼人大把 有什麼人呢 是嗎 有一個人幫你才可以的 即是要和你磨 現在只是和你看看 你的稿有沒有錯 是嗎 嗯 在後面支持你 好 我們今集 好 我們今集 時間差不多 前兩集發作脾氣 不好意思 拜拜 拜拜 下次再見 我精神貴奶奶 有沒有東西給我差點啊 兩千人的六連斤 韓國紅心逸光倒理 他再用營養成份 達至最巔峰的六連斤 紅心濃縮製成 輕便獨立包裝 試開 立刻喝得 隨時幫你改善血氣 醒路提神 做事自然有心機 五天裝試飲 都只是一五九 立刻到MIHK網店 訂回充電 西城說事 逢星期五 晚上八點至九點 MIHK生活台